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一集我们要来聊有关各国对台军售最重要的影响力 就是政治层面 不管它是国际政治还是他们自己国家的国内政治 它的影响力反而都是最大的 因为很多人都常常会讲说 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人家就卖我们什么 这并不是唯一的标准 最重要的第一优先就是政治层面的考量 在政治层面的考量之后 台湾会不会制造什么样的武器 才是那一个谈判的筹码 甚至有的时候也只是表面上的说辞 在谈到这个议题之前 一定要先了解台湾关系法 因为在里面他就很清楚明白的讲 美国将向台湾提供必要数量的防卫物资及技术服务 以使台湾能够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 里面还要求美国必须向台湾提供防御性质的武器 并维持能力以抵抗任何诉诸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高压手段 而危及台湾人民安全及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 所以在很早的时候 台湾刚跟美国断交的时候 凡是具有攻击性的武器 美国就不会出售 可是什么叫做攻击 当然要由美国来认定 所以早期攻击直升机不会出售 但是到了1980年代以后 逐渐的认为攻击直升机也飞不到对岸 所以并不属于攻击性的武器 有关这一段可以在张荣峰老师写的吴烟消的战场里面 在第208页就有写 美国的官员很直率地跟台湾说 对美国而言 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法律 它等于是一个位阶等于相当于圣经 而其他国家签署的公报这些 它的位阶都比不上台湾关系法 另外有关美国跟中国签的三个公报 它的位阶当然也比不上台湾关系法 可是最有影响力的就是817公报 因为在这里面它有讲说 要停止有关对台湾的军售 可是美国有一个前提 就是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假如可以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话 那它对台湾出售的武器性能 就不会超过中美建交之后 那几年的公益水准 而且会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 经过一段时间最终会获得解决 所以当时中国有跟美国保证 台湾局势应该走向和平解决 可是因为中国一直没有做到这一点 所以不断地文攻武吓 在这情况下 美国当然可以继续对台湾出售武器 当然还有很重要的是雷根政府的六项保证 但是它因为是行政措施 而且它是写在备忘录里面 所以它的位阶当然不及于台湾关系法 在这备忘录里面 它有写到美国对台湾提供的武器 性能与数量 完全依据中国对台湾所构成的威胁而定 无论是数量还是性能上 台湾的防卫能力都应该得到维持 所以之前我也很长一段时间认为说 很多武器我们必须要先自主研发 然后美国才会出售 或者我们才容易取得其他国家的军售 不过越研究更多的资料以后就发现 台湾能不能研发这些武器 大部分还是要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 我们就以海军取得荷兰的建农级潜舰为例子 在1979年1月的时候 当时荷兰国会的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普乐 他就跟台湾的外交部的常务次长 钱富先生联系 表示要紧急会谈 然后他来到台北以后 就直接跟钱富表示 因为荷兰的经济不景气 所以荷兰的RSV造船集团陷入了财务危机 那在当时假如台湾可以向RSV购买潜舰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钱富马上就追问 有没有办法取得荷兰政府的输出许可 普乐就承诺会运用他在国会的影响力来争取支持 所以钱富就安排普乐来跟当时台湾的参谋总长 宋长治上将 还有海军司令周间上将来会面 可是这个消息在荷兰那边 因为在他们的政府里面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消息走漏 而且在当时荷兰的总理才刚访问完中国 在荷兰的内阁会议里面要必须核准 而且还要在国会上面进行审查 这个案子才有办法成真 所以在1979年的11月29日 荷兰内阁召开紧急会议来讨论是不是要出售潜舰给台湾 虽然他的16位内阁的阁员都一致同意 但是他有一个附带条件 就是台湾必须向荷兰采购跟潜舰等值的相关工业设备 到了12月18日 荷兰国会以76票赞成 74票反对的精险比例 驳回了左派在野党 还有少数基督教民主党议员 要求重新考虑出售潜舰给台湾的提议 这一项军购提供了为期四年1200个工作机会 对于当时失业人口高达30万人 相当于荷兰劳动人口的70%的失业人数 可以暂时舒缓他们的执政党压力 所以国会才会通过这个案子 所以紧接着在1981年的1月 台湾海军就跟RSV公司签署了采购意愿书 台湾方面也支付了定金 而这时候中国就有一个比较大的动作 来强烈的回应 就将原来的外交关系 由大使级降到代办级 就是只能办理签证业务 而且还有展开许多的经济制裁措施 包括中止之前 中国跟荷兰达成的经济与商务的 异象性协议 还有原本会在荷兰路特丹港 停靠的中国船只 也改在比利时的央凡尔 还有西德的汉堡港来停靠 也停止荷兰 奈德洛伊德航运公司的往来 所以在中国强大的压力之下 荷兰取消了台湾海军要派去 RSV公司访问的人所需要的签证 同时荷兰的国会也决定在2月3日 要针对授台潜舰的案子来进行第二次的表决 接着在1月29日 荷兰国会对授台潜舰进行辩论 荷兰总理范拉特在国会里面表示 荷兰政府不会对出售台湾的两艘潜舰提供财务保证 一般军售案出售国的政府都会提供财务保证 来确保整个案子可以顺利推动 这也是军售案跟一般的商售最大的不同 荷兰政府这样子做是凸显这个案子是单纯的商业行为 来降低荷兰官方色彩的介入 在2月3日的表决里面 荷兰国会以77票对70票的比数 要求荷兰政府取消对台湾出售潜舰核电设施的交易 可是因为当时荷兰失业率居高不下 当时他们平均每天会增加一千多人的失业人口 所以荷兰政府干冒面临国会在野党提倒阁案的风险 铁了心要通过对台的潜舰案 所以在2月13日 范拉特总理表示 荷兰政府暂缓是否接受国会要求取消对台军售的决议 最后在3月6日 荷兰国会反对党提出的不信任案 在国会里面遭到封杀 这时候售台的潜舰案才终于获得确定 所以紧接着就在同一年 1981年3月27日 台湾就跟荷兰的20几家厂商签署了 一系列有关潜舰案附带的相关采购 包括了台电、融工处、中油、中船 就是现在的台船 还有许多的工业设备 像挖泥机、发电用的锅炉 还有相关的技术服务 甚至连当时正在建筑的国家音乐厅 它的电力设备也都是采购荷兰的产品 在9月3日 双方在路特丹正式签约有关建农及潜舰的造舰计划书 所以这一切的合约签订都是紧接着在荷兰国内 他们正式运作 还有中国对荷兰的这些外交的施压之后 才逐次展开 所以当年台湾也采购了很多荷兰的飞机 包括福克50克机 之前国华航空就是变成华信航空 还有空军的专机队也有这一型的飞机 另外还有海关也采购了两艘的 契司舰 福星舰跟谋星舰 但是也由于中国它的外交上面的反应非常的强烈 所以原本后续要再追加四艘潜舰的这件事情 在1983年12月21日 直接在荷兰的内阁会议里面被否决 而在同一天 荷兰的国会通过支持荷兰内阁 拒绝征受台湾潜舰的决议 而在1984年 荷兰跟中国达成了进一步的协议 荷兰会遵守不再进一步军售给台湾 而中国也把它的红线画得非常的明确 就是假如再军售台湾的话 中国就会跟荷兰断交并且撤侨 所以就在1984年的2月 中国跟荷兰就恢复成大使级的外交关系 这是当年建龙级海龙海虎这两艘潜舰 在荷兰建造的时候的照片 假如没有这两艘潜舰 那台湾恐怕到现在都只有海师海豹 这两艘二战时期建造的潜舰在继续服役 有关这一段荷兰出售潜舰给台湾的相关资料 来自于军武狂人梦里面所整理的资料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有关法国出售幻象2000型战斗机 还有拉法业级巡防舰给台湾 这一段的资料主要来自于李志德先生所写的海风泱泱这一本书 法国对于出售军备给台湾这件事情一直非常的摇摆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当然是中国的态度 可是由于冷战结束 整个全球的军工产业非常的不景气 所以法国积极的跟中国在沟通 准备要出售给台湾的拉法业级巡防舰只有空船 而且当时法国的外交部长杜马 他向中国总理前期生抱怨 美国也向台湾卖武器 可是中国可以容忍美国 那为什么不能容忍法国 所以在1991年的6月6日 法国正式召会了中国 准备出售了六艘不含武装的拉法业级巡防舰给台湾 那中国知道他没有办法阻挡这件事情 所以就在6月25日 法国跟中国签署了一份联合公报 在公报里面 法国重申一个中国的原则 也同意军售案不代表跟台湾发生官方的关系 来让双方各自找到下台阶 当时法国整个造舰也非常的不景气 甚至有可能让DCN DCN就是法国海军集团 所以当时法国跟中国沟通的方式是说 假如中国不希望看到以后 整个西方就是美国一家独大 那最好是同意法国出售拉法业级巡防舰给台湾 而且在当时这个案子也引起了美国的一些意见 甚至台湾的海军总部当时也收到了一封 美国来的信函 威胁台湾如果买了法国的军舰 那船上有需要任何美国的装备 美国都不会出售 不过现在看起来这也是一开始 双方在故作姿态而已 因为后来美国也发现不卖白不卖 别人也会卖 所以除了前两艘康定舰跟西宁舰 它是拆杨志浩上面的装备之外 后面四艘全部都是全新跟美国购买的装备 这边讲的是武器装备 包括76快炮还有40快炮 而这些美系的装备跟拉法叶级巡防舰上面的作战系统的整合 是由法国人来协助完成的 在书里面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美国把军售当外交政策 目的是在控制台湾 但是法国把军售当作生意 完全做到以客为尊 不过经过了幻象2000的佣金案 还有拉法叶军舰的案子之后 台湾跟法国军售的蜜月期就结束了 在1991年6月25日 中国跟法国就有针对出售台湾拉法叶级巡防舰 来发表联合公报 法国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 并且表示拉法叶军舰的出售 不代表会跟台湾官方发生关系 中国也表示理解和尊重法国的立场 所以他们两国同意就台湾问题继续进行磋商 所以这个联合公报也代表着 中国默许了法国出售拉法叶军舰给台湾 紧接着在1992年9月1日 就是刚刚的联合公报签署了一年多之后 法国公开宣布同意出售66架最新的 幻象2000Dash 5型战斗机给中华民国台湾 那中国的反应就是严厉的谴责 强烈谴责法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表示此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干涉中国的内政损害中法关系 第二个进行外交抗议 中国透过外交管道向法国进行严正的交涉 要求法方立即停止对台军售 并且撤销相关协议 第三个实施经济制裁 中国对法国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制裁的措施 包括暂停双边的高层互访 减少对法采购 拒绝向法国企业发放许可证 当然这中间影响比较大的是空中巴士 他们的飞机销售 而且中国的反应它分为几个阶段 宣布出售战斗机给台湾是在9月 所以在1992年的11月 他就给予强烈的谴责 到了12月 持续在进行外交的交涉 到了1993年 开始实施对法国的经济制裁 到了1994年 法国迫于压力 同意暂停对台湾的军售 这时候中国跟法国的关系才有所缓和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法国本身 他整个军售台湾的政策 也是一直在看着国际风向而改变 可是同样的事情 我们就可以印证 这就是国际政治 因为台湾的IDF战斗机 是在1988年的12月10日出厂 假如生产的IDF是促使F16 或者幻象2000的出售 那基本上应该要在89年 或者90年就会有好消息 可是一直到1992年9月1日 法国才公开宣布 所以有的时候军火交易 快也快不起来 而在法国9月1日宣布出售 换向2000Dash 5战斗机给台湾之后 第二天 美国老布希总统 就在德州通用动力沃斯堡的工厂 宣布出售台湾150架F16战斗机 而且快马加鞭在9月14号就立刻通知国会 这一个军售案 因为当年老布希总统要竞选连任 而且美国也是遭遇到了失业率高涨的问题 在这之前 台湾向美国申购F16已经超过了10次 就在那个时候 1992年的9月3日 当时的曾永贤资政跟张荣峰老师 他们进入了中国 在叶选宁 当时他担任中共总政联络部的部长 他也是中国的开国元勋 叶剑英的儿子 在他的陪同之下 见到了当时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小组的组长 也是中国当时的国家主席杨尚昆 就在北京国际友好协会 杨尚昆的办公室里面 进行了这项会面 会谈中杨尚昆就提到 你们从美国买F16战斗机没有必要 不过台湾外汇钱多 你们的钱怎么花 我们也管不着 从这些不同的消息来源 我们串联起来就可以看得到 台湾跟美国 法国荷兰的这些军售 在背后角力的正是国际政治 而影响国际政治 还有所在国 他的国内政治 所以最后我们这样看起来 中国就只会欺负小国 像对荷兰这种国家 他就给他降他的外交层级 到代办的层级 所以在荷兰出售浅建给台湾的时候 1981年5月 中国就马上把他的外交关系 降为代办级 等到荷兰否决了 台湾后续四艘潜舰的采购案之后 在1984年 双方就恢复成大使的层级 所以军售看起来 并不是那么单纯 只要台湾会制造 其他国家就会卖我们 应该说台湾会制造 可以增加我们对他们谈判的筹码 可是它却不是绝对的因素 因为军售他受到国际政治 包括大国的博弈 还有他们所要形成的影响力 以及他们的势力范围 另外所在国 包括美国、法国、荷兰这些国家 他们自己国内的政治情势 包括他的经济上面 他的就业率、失业率的影响 还有他的选票的导向 都会影响到对于军售的决策 当然这几年还会再加入像英国 因为他必须在地缘政治上 发挥一定的影响力 所以目前整个国际上面 各国的合纵连横 有的时候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尤其是各国 他们国内政治的各项发展 我们更要密切的关注 所以从这些的个案 我们就可以发现 中国基本上就是一个 欺善怕恶 乌龟怕铁锤的政权 他只想着确保他的统治权 所以中国现在对台湾就是侵略 我们应该要团结起来 不要如他所愿 而国内有许多的第五众队 或者许多的青红、青蓝的民众 他们所作所为 还有相关的发言 他们都没有注意到 你去迎合侵略者 你就是示弱 什么叫做不要刺激他 是他每天来刺激我们 他每天来恐吓我们 假如你都闷不吭声 让他予取予求 那基本上就是示弱 中国不会因为我们银河 就不侵略台湾 因为台湾的地理位置 对他来讲非常的重要 所以他们的行为准则里面 根本就没有这一项 不会侵略台湾 好了这一集 我们将过去这一年多 我们许多案子 所整理出来的这些轨迹 给大家参考 美国会出售的原因 最主要当然是看到 中国对于法国的军售 反应并没有想象中激烈 而且在中国的角度来讲 美国跟法国都是世界一流的国家 所以在这情况下 中国当然没有办法 像对荷兰那样 直接给他降低外交关系 甚至断交 所以这些大国 他本身有大国的做法 小国就有小国的做法 要完成一个军售案 他的难度 对台湾而言非常的高 所以包括现在 会出售军火给台湾的 像美国 法国 还有欧洲许多国家 最近包括英国 也都纷纷对台湾示好 也希望在未来有更多的国家 他们也会对台湾开启绿灯 这让我们拭目以待 希望会有好消息传来 我们今天这一集 就为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你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